為什麼會說這一次 不是經濟衰退的信號是這樣 失業率上升到4.2 4.3 4.2 4.3 注意 它的內容不是企業財源 來造成失業 而是什麼 重返職場的人增加 重返職場的人增加的話 它印證在勞動參與率上升 所以這一次勞動參與率 確實有上升 然後就是說對找到工作有信心 它才會重返職場 所以一方面是職缺的增加在下降 不是財源 然後第二個的話 重返職場找工作的人再增加 是這個原因讓失業率上升的 請問這種情況的話 聯準會不樂見嗎 聯準會樂見的 因為你們原來在職場之外 有人退出職場了 現在重新回來職場找工作 有什麼不好 所以不能把這一次降息解讀為 也是在預防經濟衰退 這不是預防性降息 而是一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降息 那美股錯誤還在消化這個訊息 一旦他發現我們上述講過這些政策邏輯的話 就是不擔心經濟衰退之下的降息 這種降息好到不行 那麼對科技股相對有利 所以股市會有走高的機會 然後就回到技術創新推動下的長期上升趨勢 來 停在這邊 我要來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 吳老師你剛才提到這一次 整個的政策利率政策 只是從以前的緊縮 過度緊縮 慢慢回到正常 這不是所謂的貨幣寬鬆政策 之前我們覺得降息會有所謂的資金行情 如果他只是回到了正常 並不是貨幣寬鬆政策 那會有所謂的資金行情嗎 他會有基本面行情 技術創新推動 什麼AI 特用化學剛剛講的 一大堆的基本面推動的 不需要靠資金就可以漲了 如果資金來的話更好 錦上添花 沒有經濟衰退下的降息 你還不高興 這是最好的 所以基本盤就是基本面的行情 如果錦上添花 什麼說這樣你知道嗎 就是1990年代後半期 IT革命 那個時候的行情就是這樣 那個時候利率在走高 聯準會主席特別出來講 非理性環容你們小心不要搞泡沫 結果行情繼續漲 就那個時候 所以基本盤就是基本面行情 如果有錦上添花的就是資金行情 那我問喔 那如果股市這麼好 以前大家都說降息要買債 現在股市可以這麼好 那要不要棄債轉股 債市怎麼辦 Yes 一句話就回答完了 所以你看我們看 這個降息來了 美國公債殖利率下降 價格走高 因為要呼應利率的走低嘛 結果現在十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已經超過兩年期 利率打掛已經消失 然後呢 現在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相對於其他國家 歐洲日本這些跨國利差 會開始下降 所以呢 美元指數會下跌 會美貨幣會升值 所以呢 從美債到美股到美元 會受這一次降息的帶動 方向是這樣 那你怎麼看債 那之前去年底開始 聯準會說可能不會再升息了 很多人把錢一直買債 一直買債 那如果接下來股稅會好 你覺得債會不會反而被冷落了 債應該會解套了 解套機會終於來了 因為他們之前買的都被套了 對 現在真的要降息了 降息終於等到了 最後我要讓您給聯準會打個分數 因為這一次到上個禮拜為止 降兩碼的機率 上個禮拜我印象很深 到禮拜四 降兩碼的機率只有十多趴 降一碼還是八十幾趴 突然這一個禮拜急轉直下 突然變五五波 有人說市場或者聯準會 在做壓力測試 看是如果我降兩碼的話 股市動會掉動會掉 看起來美國股市沒有太大的影響 果不其然 昨天消息出來之後 也沒得多少 今天期貨盤已經在漲了 怎麼樣幫聯準會這一次的定論打分數 聯準會這一次坦白講 的確讓華爾街出乎意料 它的降息速度真的是出乎意料 因為你降一碼完全正常 市場也消化了 你可以在十一月十二月再各降一碼 所以今年的話至少可以降兩碼 然後降三碼也算OK 它現在居然搞到要降四碼 是這個問題 今年如果你降三碼市場完全OK 完全可以接受 結果你搞到要降四碼 但股市也沒怎樣 不是 錯愕 他說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原來講 如果聯準會降兩碼的話 表示他看到一些市場沒看到的 表示市場經濟可能很糟糕 可是聯準會這一次降息裡面 一再的透過記者會講的就是 不是因為經濟衰退 我們不擔心經濟衰退 而且這種失業率你也不能說他經濟衰退 那所以這一次聯準會算是給華爾街一個驚奇 是OK 謝謝張老師請先回座了 聯準會給華爾街一個驚奇 但是昨天美國股市跌我們先漲了 張老師認為說因為我們先醒來了 的確下午在美國期貨盤同步的開高 如果我們先醒來了 現在我們便陸隊長了 那一些個股會先春江水暖壓先知 帶頭的會是誰 但為什麼魁國老師又說創高重啟多頭 還要打個問號 休息一下聽魁國老師怎麼說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